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收看1600股民開獎 這股民的疑難雜症 有老師來開獎囉 我是崔又達 隨著美國股市的反彈 台股今天也重新迎來了大行情 中場是大漲110點 外資送給大家一個大禮包 情人節的大禮包 外資今天占買方 但是盤面上的主流 不是電子股 幾乎都是吃喝玩樂再點火 因為陸委會今天就宣布說 港澳人士來台自由行 下個禮拜一就可以開始開放申請了 包含了航空 觀光 餐飲 飯店 業績還會進一步的走高嗎 要來請教的是資深分析師 翁世俊 世俊老師 午安 大家午安 而今天台股雖然再度的創下了 兔年以來的新高點 但今天的量 奇怪了 依然是不到1800億元 甚至是兔年來的新低量 美國CPI通膨數據今天晚上即將揭曉了 要怎麼看待這個現象呢 請教的是資深分析師宗英傑 傑雪老師 午安 優達好 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宗英傑 我們就先來看今天三大法人的最新進出 我們來看三大法人今天一共買超了94億 表現還不錯 外資也回頭來買了 終結了連三賣 今天回頭買超87億 投信則是連百 今天繼續買超15億元 所以土陽看起來是有共識的 自營商倒是連續四天 站在賣方 連續四天在砍 至於在期貨多單的部分 這就很重要了 今天是在12379口 多單有稍微的增加 既然台子旗明天就要做結算了 外資現在多單有這麼多 1.2萬口的話 明天會拉高結算嗎 好 如果沒有這個CPI的變數的話 明天是會拉高結算 但是這個CPI比較難去預測 它到底會降幅有多少 所以說今天搞不好 已經提前拉高結算 其實照我們上禮拜 跟昨天跟大家的講法就是說 它會創高 但是幅度不會太大 是真的有創高 也沒有說往上拉太多 接下來就要看說CPI公佈之後 美股怎麼表現 我就是記得這數字 我們昨天有跟大家稍微解釋過 因為氣象做改變 我覺得降幅不會太大 就是二手車調降 但是房屋是調升的 沒錯 目前來看就是說 市場預估YOY是6.2 核心的CPI 這個年幀率是5.5 你就要記得這個數字 看可不可以符合預期 對 看會不會符合預期 那就看晚上9點半 這個我就明天的行情 就真的不好預測 好 那這一波就是 因為外資卡這麼多多單 1.2萬口 它就是總不能拿石頭砸自己腳 它一定是硬撐 給它撐到高檔去做 這一兩天做結算 也有可能今天提早就拉高結算 有可能是先獲利了結 對 先獲利了結有可能 因為我看這個可能轉倉 好像前史達特定法那邊 轉倉多單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就留意 這個結算完 我稍微看一下 從2月1號開始 外資的多單最少是4234口 就是從2月1號 然後就一路多單一直增加 增加增加 增加到1.2萬口 所以說假如明天結算完 外資多單還維持 可能萬口以上 那還是維持一個高檔震盪 如果它多單掉下來 少於這個口數 那就要稍微提防一下 因為就技術面來看 15650以上 它是一個壓力區 今天就在這裡 15650 我們看一下這個大盤的周線好了 好 我們看周線 對 大盤的周線 大盤的周線 對 因為這個15650 這個是世俊老師提醒大家的點位 15650以上 15650大概就是去年5月的低點 所以說它往上是有一個套的賣壓 然後你再來看從18619 扣掉12629 今年跌了5990點 那你反彈一半 差不多也就是在15650 差不多就是這個位階 收復一半了 對 所以說你要再漲 它就一定要有這個外資的買盤 外資如果續買 當然還有機會續漲 好 那我們來沙盤推演一下 如果今天晚上CPI報喜的話 這個通膨真的有降溫 那就代表說 這個資金渴望回流到美國的科技股 台灣的電子股應該也是受惠的 沒錯 因為今天我們看到盤面上面 都是漲一些什麼吃喝玩樂概念股 什麼杖壽司 美食KY 這手上投資人不一定有喔 幾乎沒有 對 電子股可以留意哪一些呢 好 電子股的話我覺得 因為銀售已經公告完了嘛 我們就來留意一下 投信布局的股票 我發現投信布局的股票 最近滿強的 我們扣除掉那種算是比較 算是ETF買的 可能是 你說被動型的 被動型的 扣掉那些 主動型的 最近買得不錯 哪些是有買的 譬如說我們統計最近10天 大部分都是以車用為主 比如說像 順德跟聯勇 最近10天 這個投信買4000張 3133張 德偉也買很多 這三檔幾乎都創新高 我們先看2351的順德 順德今天盤中創高 對 今天創很高 但創高你不一定要追 我們只要來觀察說 投信最近佈局很多 他可能要做第一季的作帳行情 因為今天爆浪流上引線不追 然後再來看這個3034的聯勇 對啊 因為驅動IC的事況 好像也還沒有好轉嘛 還沒有好轉 投信就是一直買嘛 不管說是左眼瑜 他的高質率題材或是有極端 但是漲到現在398 將近400塊 我們一直來做參考 就是投信最近真的買這些有漲 那再去推演一些 有沒有剛開始可能要買的 有機會轉牆的電子股 好 因為這個 世俊老師提供的這張字卡 除了順德 聯勇之外 最近投信買很多的 車電股二極體當中 有德偉啦 被動元件的光潔啦 連接器的兩尾也有買 買的比較少喔 光學鏡頭的浴金光 買超25張 近十天來的表現 讓我們一檔一檔 幫大家來檢查一下 3675的德偉 今天盤中也滿強 創下一個新高價啦 257元 對 那我記得封關日 封關日前我們也有錄影嘛 我說可以報股的 就是德偉車用 因為那時候在這邊嘛 對 封關的時候 衝上來 因為那時候投信剛好一直買 一直買 好 然後既然衝起來 最近也是做一個高檔橫盤 那時候就不用急著去追價 那投信持股比例有11%嘛 應該有機會就是撐到這個低劑 自己作帳 但是這邊不用再追 因為投信已經沒有在買了 你可能就是有的續爆 破年限就把它除掉 空手先不追 先不追啦 對 但是續爆的條件就是 至少穩在年限之上 對 沒錯 好 這是這個德偉的這個條件 另外是6290的兩維 連續兩天爆大量耶 對 好 那這檔的話很特別 因為之前都不太會動 它其實題材很多 蘋果的 蘋果 像蘋果的Apple TV 它也是有供應它的這個連接線嘛 亞馬遜的伺服器訂單 那電動車部分 它也有切入像 美國的充電槍 充電樁 它做的東西其實滿多的 好像很多很差 好像滿多的 各個題材都有 什麼題材都有 好 那你先看這個 其實它買盤來自於外資 外資先買 這一波買上來的 那投信昨天是第一天買 因為我剛剛舉例那種 已經漲很多了 投信買一堆 當然不見得要去追 那我們看這個兩尾 我看這個真的是剛轉強 你看它打了多久 底下一年半 對 所以它今天創一年半的新高 對 一年半的底 然後昨天是低跟帶量突破 昨天 那如果說真的弱的話 今天應該就跌下來 沒有 今天繼續漲 那你不見得要追加 我們可以觀察說 之前的壓力大概在60 61到62塊 這個區域有沒有 既然壓力突破它就轉支撐 所以它有回來 回來到這個前波的壓力 壓力轉支撐區 你就可以稍微留意 做低階的動作 就看61到62塊 回測能否站穩 它就是正式轉恰 因為如果說法人那邊大買 我覺得後面應該還有一段 對啊 這是投信剛買的 他不會繼續往上來追價 另外一檔是3406的郁金光 今天滿特別的 因為是一根紅棒吃掉了前面的 下跌四根黑K 它在代表什麼呢 最近真的族群走輪掌 今天輪到像剛剛佑達講的 吃喝玩樂 然後又是航空航域也長 對 原宇宙搞不好又有機會 好 郁金光 長線來看 我看有一些投信是滿看好的 因為在VR領域這一塊 它算是很早就佈局了 我們不管說舊的 像是Sony Meta Google 它都有供應鏈 然後再來蘋果今年會首發 VRMR的裝置 它也是供應鏈之一 預期也是 然後看起來股價是剛轉強 然後假如說這邊有一條年線 之前過不去有沒有 碰到之後 藍色的這一條 拉回好深 440拉回到差不多330附近 再來挑戰一次年線 成功的話 搞不好有機會往上做突破 所以先放在口袋名單 好 看看郁金光能否突破年線 它才會轉強 因為今天還是有看到很多 吃喝玩樂 漲完之外 有慢慢的擴散效應 航空也漲了 旅行社也漲了 跌身反彈的 貨櫃三雄也漲了 很多人都在問說 今天長榮陽明到底在漲什麼 是高資利率的題材 還是說運家觸底了 好 兩個都有機會 航空跟航運怎麼選 短線搞不好長榮有機會做反彈 中長線還是看好長榮航 當然今天有這個港澳自由型的題材 但我覺得航空跟航運是相輔相成 它有時候漲都是一起漲 還是要一起去推動比較好 我們先看長榮好了 當然今天有公告說 5月30號是股東會 所以它發放股力 去年可能賺好像100 140到160吧 如果配發個四成 股息上漲60元 這個植地率多少 好像40% 40% 非常的誇張 好驚人的數字 很驚人的數字 但因為我們搶它 你只能用這個搶短 因為畢竟說今年的貨櫃航運 它是功過於求 運價是往下走 運價還沒有看到一個明顯的反彈 之前我就以搶短為主 當然這跟K棒有一個觸底的味道 那你就是說你要搶短 你就是這兩天的低點破了 你就要閃人 因為上方的套勞賣 還是有點重 那中長現在看 我們覺得長榮航是還不錯的 很多的利多 不管是這個 最近油價跌 它的用油成本 其實也會往下調 然後再像春節 其實它的營收是創了37月新高 尤其是客運這一塊 它還要徵班 然後再看一下有一張股票 叫星宇航空 星宇航空是在新櫃的 對 它在新櫃 你今天漲的 今天漲了12% 目前漲12% 超過一根漲停 因為現在1月營收爆衝 好像年增13倍 所以假如說星宇航空這樣漲 我覺得長榮航應該有機會 那突破30就轉強 它之前都被壓在30塊 對啊 上次也是30就打下來 所以可能要30塊給它灌過去 才有機會再往上衝 好 這個就是長榮航 跟這個長榮的操作 可能是兩個異部異區的 會往上漲 我覺得會異部異區 畢竟同個集團 對 好 那如果大家聽不懂的地方 或是想得到更進階的教學 現在馬上要記者 記者這個電視上的QR 課 加世俊老師的LINE 因為世俊老師今天提供很多 投信買超股給大家 LINE上面你也可以搜尋 小老鼠 WENG888 小老鼠 WENG888 世俊老師每天還是給大家 這個早報要給大家 因為金融市場一定是要 隨時更新資訊 所以每天早上我們就更新 在右上角的記事本 然後節目時間短 所以我們會錄直播 內容更詳細 然後你就是掃這個QR 課 然後打這個小老鼠 WENG888 或是你用照相也可以 那就加入之後 有什麼問題也歡迎你做洽選 都OK 那明天的關盤重點呢 好 我覺得肋骨輪動太快了 你最近最好是買黑賣紅 不要看到今天擊掌就去追 不要看到今天搶什麼就追什麼 對 可能會短套 雖然說你短套之後 隔幾天會解套 但是還是希望各位節奏調整好 就是說肋骨輪動快 你盡量是買黑賣紅為主 會比較好 那哪一些族群會比較有輪動 今天來看 昨天有跟他講餐飲觀光 今天就長起來 對 那可能接下來就注意 像航運航空跟元宇座的部分 可能變成明後天的主流 有可能 因為最近輪動很快 買黑賣紅是比較好的策略 那節目回來 也要告訴大家的是說 這個電子股當中 其實有一些中小騎兵 已經開始發動了 像是車用的導線架 以及光學鏡頭 有整理在工的機會嗎 稍後請教鄭義傑老師 歡迎你回到1600股民開講 我是崔佑達 外資今天在情人節 送來了大禮包 好 中場是買超了87億元 也使得今天是鼓匯齊陽 新台幣終結了連續8天的貶市 今天中場台幣升值2.3分 收在30.215元 在接下來就要問傑帥囉 雖然今天大盤 外資很力挺嘛 買超了110點嘛 這個情人節禮物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今天的量為什麼沒跟上呢 好的 現在宥達 宥達你提到一個重點 今天這個雖然大盤最後收盤的時候 表現相當不錯 算是這個加權指數給股民的 一個情人節禮物 不過這個禮物到底能不能 維持很久 我認為還是有幾個重點要看 首先第一個 我記得在昨天還有前天 以及上個禮拜 應該是說昨天跟上個禮拜 我有特別提醒股民說 大盤如果要再持續攻一波的話 我講了一句很關鍵的話 什麼話 我說 他需要一根帶量突破的長紅K棒 我是不是講這樣 今天有紅棒 我把帶量放在最前面 所以帶量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今天這一個上漲的行情 基本上比較美中不足的一點就是 這個成交量並沒有來到2200億以上 所以這是比較可惜的 沒有來到2200億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MACD的它的一個柱狀體 持續的在今天依然是呈現一個 比較屬於萎縮的狀態 還在收斂 還是繼續在收斂 它收斂到零軸附近的時候 大家就一定要特別注意 有沒有可能會形成 這一波行情 它15152往下修正的行情 這是絕對很有可能的 所以我再強調一遍 大盤今天雖然漲 但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在於 就是說它沒有出現一個 帶量的情況上漲 如果說在接下來的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能夠補量上攻的話 我覺得這個多頭的格局 還有機會再攻一波 所以明天這個台子期的結算也好 還有今天晚上CPI的公佈也好 我覺得都會影響到 接下來台股的一個變化 所以這幾天我認為是一個 關鍵的一個轉折點 要嘛就是帶量再往上攻一波 如果沒有帶量 而MACD形成死亡交叉的話 那它就有機會 可能會往下修正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基本上 個股我們就好好要來檢視一下 到底哪些股票可以持有 哪些股票你要選擇 在高檔地區避開 這個就很重要了 我講過了 其實股價底部浮現訊號 跟股價頭部成訊號 大家應該都耳熟能詳了 最重要就是要觀察 這個MACD的變化 當然我也講過 為了要讓我自己的工作效率 更有效率 更快速 我把這些MACD的 這些技術趨勢指標 以及一些重要的技術分析 我運用人工智慧運算的方式 把它結合在一起之後 我能夠更快速的去判斷 一檔股票到底是能不能持有 或者是該在高檔地區 做一個賣出的動作 這個方式我今天為大家特別 來選了三檔股票來做一個分享 今天這三檔股票裡面 有兩檔股票 我認為是可以繼續持有的 兩檔可以報的 對 然後有一檔的話 就是要留意一下高檔 可能要做一個賣出的動作 有一檔有頭部的風險 對 我們現在講第一檔股票 第一檔股票就是 2351的這個順德 我們來看一下順德這一檔股票 它今天雖然最後 它是留了一個很長的上影線 不過這一檔股票其實 各位 我們學技術分析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進場 而且可以很放心的進場 譬如說像在這一根K棒 我們就知道要進場 為什麼呢 首先我們看到 我說了MACD黃金交叉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訊號 為什麼 因為MACD它是一個趨勢指標 當趨勢指標出現黃金交叉的時候 代表趨勢已經轉多 而這一根關鍵的突破K棒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前面這裡 這一塊 這一大塊 都是一個所謂的整理平台 我講過 如果這一根K棒 讓它能夠突破前面的 整理平台的高點的話 那就代表說 它是有機會會往上衝 來到這裡之後 它是不是長了一段了 長了一根 兩根 三根之後 一根 兩根 三根之後 是不是再度出現了一個 新的整理平台 其實我在等的就是今天這一根 因為這一根 它再度突破了這一塊 整理平台 雖然說它今天留了 很長的上影線 不過我認為它後世 還是會有機會有表現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這個MACD 它的柱狀體絲毫沒有什麼 收斂的一個情況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這柱狀體比前面的柱狀體 都還要來得更強 有沒有 這裡它也是黃金交叉 有紅的 但比較小 對 比較小 但這裡比較強 比較扎實 所以目前整個這個順德的 來講的話 它是屬於一個多方的一個架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人工智慧怎麼說的 人工智慧的判定就更簡單了 我教過大家 當各位看到這個油率翻紅的時候 就代表什麼 這個趨勢由空轉多 這是第一個交易訊號 第二個交易訊號 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箭頭 這就是加碼訊號 這個箭頭的訊號 基本上為什麼會出現 因為很簡單 它突破了整理平台 所以它這裡會出現一個加碼訊號 當各位看到這兩種訊號 結合在一起之後 就會發現它後面 其實基本上它會有所表現 所以AI也判定說這裡是突破了 對 這裡是突破 這裡是這個空轉多 所以各位只要看到這種AI 它告訴你的一個訊號 你就會很清楚的知道 這檔股票它是可以很放心的買進 買進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很安心的報勞 很簡單 你只要看到它的趨勢沒有轉空 你就可以給它報勞 哪怕這裡在整理平台 你都不用怕 我也講過 這個整理平台 剛剛我也講過了 今天是不是代量 是不是等於突破了 等於突破了這個區塊的整理平台 所以這檔股票 我認為它不會是只有這樣 雖然今天留了很長的上影線 但是我認為後面還是可以期待 它是有行情的 所以這檔股票 是可以續報的 如果有的話可以續報 如果沒有的話 我建議它拉回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佈局 這是第一檔股票 再來第二檔股票是屬於 也是股價比較活潑的 這個郁金光 今天表現也相當不錯 我們一樣用同樣的方法 來看一下這一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 基本上各位很清楚的看到 在這一天 其實它就出現了買進訊號 為什麼 因為MACD是不是很明確的 形成黃金交叉 而且後面是不是一整塊 柱狀體都是在零軸上方 對不對 好 這裡為什麼就可以進場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裡又是一個整理平台 各位可以看到 每當有一根比較突兀的一些 突破的K棒出現的時候 這個股票往往後面 它都會有所表現 今天基本上 它又再突破了這個整理平台 也就是說它呈現了一個底底高 步步高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多頭形態 所以我認為 郁金光今天的表現非常的不錯 後市還有沒有機會再表現 有機會表現 所以這一檔股票一樣跟這個 剛剛我所講的那一檔股票 順德 跟剛那檔股票一樣 如果有拉回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一些佈局的 我們來看一下人工智慧 一模一樣的方式我們來檢視一下 人工智慧其實它進場的這個位置 就是在這一根 這一根我剛剛跟大家講過了 除了MACD 形成一個黃金交叉之外 它也是突破了 前波的這個整理平台 有沒有 所以這一根K棒基本上就可以進場 進場之後其實 人工智慧更早發現這裡可以加碼 對啊 他說這邊有加碼訊號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人工智慧其實在運算的速度 真的比人類還要快 從這一件事情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更早就做買進 而不是今天它才買進 在這裡做一個加碼動作 今天這一根是不是就可以賺到 當然我們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這一檔股票可以繼續持有 可以看到這個趨勢 它依然是在多方 所以我認為其實現階段 人類會越來越脫離不了人工智慧 不管是操作股票 或者是我們生活的食衣住行娛樂 我覺得會越來越依賴這一塊 所以我就及早的 把這個技術分析的邏輯 結合了這個人工智慧 讓我來判斷這個股票 我覺得更方便 更有效率 好 這第二檔股票 講完了第二檔股票之後 我們接著就要來講 這個第三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我們就要注意了 來 各位 同樣的方式 我們來檢視一下 這一檔股票 大家應該都耳熟能詳 就是4977的重達K1 其實這一檔股票 其實它在之前表現得相當不錯 也確實漲了一段 但是各位認真來看一下 這一檔股票真正可以進場 是在這一根K棒 這一根K棒進場之後 它漲了一個小波段 來到今天各位發現了沒有 各位 這個MACD 它剛剛如同大盤一樣 它慢慢的往這個 零軸的地方收斂之後 它開始在昨天 已經翻到零軸的下方 所以這現在翻黑了 翻黑了 在昨天就翻黑了 翻黑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是一個整理平台 我講過了 看到這個整理平台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如果整理平台 它沒有出現一個突破帶量 上攻的紅K棒 它變成跌破 反而是跌破的話 當然就是相反的邏輯 它就是趨勢轉弱 所以就算有下影線 很容易被它騙 很容易 因為它這個收盤的位置 是在這裡 對 好像又還在區間裡面 對 還是在這個區間裡面 但是它並沒有帶量上攻 而且我們再配合這個MACD 就會更清楚 如果這裡看不懂的話 也很正常 因為這裡到底是突破還是往下 你看不懂 看不懂 沒關係 我們看MACD 它會很清楚跟你說 這裡就已經出現了一個 所謂的死亡交叉 所以這一檔股票基本上 所樓上持有的投資朋友 我建議可以做調節 賣出 OK 我們看一下人工智慧是不是 也是一樣在今天 它出現了一個賣出訊號 這邊翻綠了 翻綠了 這一段行情是可以做多 但是來到這裡翻綠的時候 我們就不再適合持有 所以今天講的三檔股票裡面 並不是每一檔都可以買進 我們還是一樣會在適度的地方 看到有一些股票 它如果有頭部呈現的時候 我們會提醒這個股民 要做好這個風險的控管的一個動作 所以重達來講 它可能會有盤久必跌的疑慮 OK 好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情人節 想到這個情人節 我就想到一件比較有趣的事情 什麼事情 這個今年我剛好滿50歲 50歲 50歲 今年 我到今年為止都還沒有結過婚 你不就是黃金單身 我就去廟裡面就問了一下 廟裡面的人 我就問他說奇怪了 我到今年50歲了 為什麼都還沒有結婚 對啊 為什麼 結果廟裡的人 他就回答我一句話 三個字 三個字 圓不夠 圓不夠 圓還沒到 圓不夠 我就覺得很好奇什麼圓不夠 我就問他說什麼圓 什麼圓 我問他什麼圓 然後這個廟裡面他就回答我說 最好是美圓 美圓 如果是歐元的話 效果會更好 更快 我在這個地方講 這有趣的事情 是要告訴全國的股民 如果你今天是單身 沒有情人的話 沒有關係 只要成為有緣人 自然就會有情人 所以要怎麼樣成為有緣人 很簡單 掃描這個QR Code 來學功夫 把這個操作股票的技術 把它學好 現在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機 不管你有沒有情人 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透過LINE ID 直接搜尋小老鼠A957 讓我們一起成為有緣人 這個緣 Call call的這個緣 成為有緣人之後 你很快的就會有情人 而且我在每一天 我說了 我除了錄製這個股民 開獎的直播節目之外 我還特別花了 將近20分鐘的時間 我針對這個人工智慧 選股操作股票的邏輯 我做了一些教學的影片 在這些教學影片裡面 我也很詳細的跟大家來分析 什麼樣的股票可以持有 什麼樣的股票你要做賣出 我會講得比較清楚 當然接下來台北股市 給不給力就要看一下 這些訊號 首先今天晚上的 美國最新的CPI數據 來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CPI數據表現 是優於我們的預期的話 那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就有機會 再往上攻一段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幾天 明天 後天 大後天 都會是關鍵的 詳細的內容 歡迎掃描QR Code 加入LINE 持續來追蹤 我的人工智慧直播教學影片